有多少人因为这部电影半夜睡不着觉 它连续霸榜日本恐怖片宝衣 更是无数小伙伴的童年阴影 它就是2002年上映的咒愿 今天带大家温故而知心 全程高能 建议在家人的陪同下观看 故事要从郊外一间阴森的鬼屋说起 但凡有人进入 都会离弃毕命或者神秘失踪 传说当年屋子的主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狂性打发杀害妻子 随后自尽 起六岁的儿子从此下落不明 自此这间屋子变得怨气冲天 每当有人前来都会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李家是一名当地义工 由于护理的大妈长期联系不上 她便无意间闯入这间鬼屋 殊不知诡异且恐怖的事情开始发生 正当她为大妈打扫房间 无意间剪刀一张相片 上面一家三口 唯独女人的头像被抹去 虽然很诡异但她也没多想 随后便来到二楼打扫 来到房间看到一处被封住的柜子 在好气心的驱使下她一点点私下交代 里面竟然藏着一只黑猫 哪知当她转身之时 旁边又莫名出现一个小孩 这着实把她吓了一跳 二话没说跑到楼下问问大妈 殊不知大妈只是轻轻测了一下头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赶紧捡起刚刚丢掉的照片 拿起来一看 果然跟照片上的小孩一模一样 随后开始给工作地报告屋里的情况 报告完继续上楼打扫 而小孩正趴在窗边死死盯着她 看着这么诡异的小孩她愣是没多想 还问起小孩叫什么 原来这个小孩名叫俊雄 然而她并不知道俊雄正是当年失踪的小孩 当她打扫完房间来到楼下 却看到了更为诡异一幕 只见一个黑影缓缓向大妈掐去 大妈此刻吓得紧闭双眼 突然 这一下直接把李家吓晕了过去 然而一切并没完 恕不知在她到来之前 大妈的儿子儿媳也十分离奇身亡 女人正是大妈的儿媳催花 这天她正在沙发上睡觉 突然被什么声音惊醒 她赶紧起身上前查看 发现门上莫名多出几个手印 难道家里禁贼不成 于是小心翼翼来到外边寻找 丝毫没注意身后有个小孩正在盯着她 当她察觉之时 小孩已经不见踪影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继续向二楼走去 却发现眼前有只黑猫 还被一只手拿走 瞬间把她吓得愣在原地 奈何她还是不死心 继续跟着向房间走去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一切戛然而止 当她老公大壮回到家中 却只见到母亲一人呆呆地坐在床上 而翠花已经不见踪影 她诧异地来到二楼寻找 发现妻子静静地躺在床上 怎么喊叫都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她准备打电话报警求助之时 一个小孩悄然走过 她猛然回头 诡异的是小孩又消失不见 她四下寻找依然没有任何踪影 然而就在此刻 她似乎意识到不对 当她再次回头 还是没有任何身影 这下把她弄得有点发猛 可就在她往床下看去的时候 直接把她吓得双腿一紧 直见俊雄猛然出现 还死死地盯着她 与此同时 翠花开始呼吸困难 没能挣扎几下就隐恨西北 看见这么诡异一幕 大壮也不知所措 最后也变得目光该智 似乎有人操控一般 哪知不久后 他们的尸体赫然出现在房间的阁楼之中 而这一切并没结束 当李嘉从屋中醒来 恐怖事情再次发生 男人是李嘉的同事 见她迟迟未归便前来寻找 没想到被眼前一幕吓得连连后退 只见大妈以十分诡异的姿势死去 一定要记牢这个姿势 而李嘉更是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随后男人便报了警 而李嘉也被带到医院治疗 可不久后 男人却在洗手之下方离奇身亡 更为诡异的是 李嘉出院以后约闺蜜吃饭 突然有只手出现抓了他一下 他小心翼翼向桌子下方望去 没想到俊雄还在跟着他 这下可好 范言为赤诚就赶忙跑回家中 到家还不忘给闺蜜报平安 可就在这时闺蜜却说去给俊雄补课 李嘉还没听清闺蜜去没去 电话里就传来诡异的滋啦声 意识到不妙 他马不停蹄重新回到这座鬼屋 谁知还是为时已晚 房间里完全没有闺蜜的身影 突然二楼传来可怕的呼救声 来到二楼发现声音是从柜子里传来的 当他打开柜子 正好看到闺蜜被拖向阁楼 紧接着他也来到阁楼查看 却被眼前一幕惊住 只见一个女人缓缓向他靠近 吓得他赶紧往楼下跑去 然而就在他经过一面镜子的时候 突然停住了 他似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 于是重新回到镜子面前思考 原来不久前 能看到鬼魂的人都在做同一个动作 就像透过双手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明白这一切以后 他决定霸胆一事 果然在镜子里显现出一个怨魂 他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家椰子 此刻已经与李家融为一体 可就在这时更为恐怖一幕出现 楼梯上家椰子缓缓向下爬来 这一幕也成为很多小伙伴的童年阴影 堪称本片最为恐怖的地方 眼见离他越来越近 他只好再次把手放在眼前 就在这时看到了家椰子的真实面貌 虚旧后眼前一切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随后在警察的调查里发现 俊雄早在五年前已经身亡 而俊雄也不是屋主刚雄的儿子 至此刚雄怀恨在心 疯狂治下江家椰子残害 假椰子也变成了一具怨魂 如果小伙伴们有其他意见 欢迎留言讨论